胡正生 但是民间 打扰您了 打扰您了 好 该人在这 好 打扰您了 有一些老爷子 实际上比较传统 他需要用很长时间 现在认可这个人 再给你无数 就是老一辈子 他随着年龄 可以留给我手机 或者说 让我去了解这个事件 越来越少了 现在的年轻人 随着他学着是干啥的 用来都不能教 忙完学校的事 胡正生又匆匆上路 这已经是他第九次 去拜访八十四岁的老全师 徐武道了 你跟我说不出来 我看见 要快成心来的机会了 闭话 闭话 你看看 好好好 我觉得这东西 不是我自己的 可以给很多人的 在我这个小患为类 能把老一辈的武术 那有一个继承 至于能学多少 看情况 看这个缘分 必须用时间和整情去等待 这个快不了 2015年8月 胡正生第16次拜见老全师 徐武道 京城所至 京城为开 这次 他的执着 终于扣开了 老人的心扉 我说您的武术是很好 但是您的儿子 或者是您的后续的人 不在练的 难道您不希望您的武术 会有延续 会有串撑吗 后续的一些人 他在练你的东西 难道你不感到 行为和高兴吗 我一把他给他们 讲到这个时候 基本上所有老全师 没有不放开心扉 你来不及告诉我 好 我拿了东西 好的 我给你一些东西 说明在这个练圈 最吃苦了 你可得吃苦 在这圈树上 无穷尽 自干练 自干练 这是一部圈树 这里有着内容很沉 回去后 绝对 里头内容 在脑海里琢磨琢磨 把这个严育砍头 我们工作自然生啊 会去好好下工 密集的找寻 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一本书 一句口诀 一种吐纳 都可能藏着某些功夫的秘密 救命 需要编绑 奥 都可能藏着一屈 恶多 轻所